遇一遇的距離,不要臨到碰瓷的時候才決定畫多一下手,還是滑過去 因為如果不適合手,其實相差可以是半秒,其實是差很多的 其實看見楊皓月昨天在五十蛙做出的時間是三十五秒四一,拿到第二名 其實今天的狀態也是維持到,在這個項目拿到第一 沒錯,而昨天五十米蛙式第一名的翁智晴,其實她今天沒有參加這個一百蛙 但是稍後的二百IM,大家也會見到 看完女子組,準備出場的會是男子十五歲或以下一百米蛙泳 同樣見到,有兩位的泳手昨天也有出戰五十蛙,待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鏡頭拍著八號線到代表元朗區的林慶家 接著出場的就是一號線道,大埔區的劉進韜 接著出場的就是一號線道,大埔區的劉進韜 接著出場的就是七號線道代表西貢區的蘇樂妍 接著出場的就是七號線道代表西貢區的蘇樂妍 好,現在出場的就是六號線道代表油尖旺區的王君毅 好,這個笑容滿面的就是代表全灣區的林家陽 第五線道代表西貢區的蘇樂妍 然後黑衣的是第五線道,南區的甘育軒 最後就是四線,屯門區的范卓妖 跟大家說一點,留意一下一號線和二號線 他們昨天,劉進韜是在五十蛙做出第二名 時間是三十二秒六六 至於第二線的楊子樂,昨天在五十蛙是第一名 他的時間是三十一秒八三 對,但是今早早最快的時間是范卓妖 一分十三秒一零 但是當然初賽的時候很多運動員可能都會流力 所以現在決賽,真的實力了 看看大家的表現如何 大家看到這八名的運動員實力更加接近 剛才女子的時候都沒有現在那麼近 第一個到五十米的就是楊子樂 他昨天五十蛙已經拿了第一 不知道一百米蛙式可否保持到現在的優勢 但是大家看到五線 金宇軒其實都很接近 二線的楊子樂能否保持到呢 還有最後的十多米 但是看到四五線 四五線的運動員始終有差不多實力 金宇軒,尤其是藍色帽的金宇軒已經在追上來了 能否撐到楊子樂 很接近 好,堅持到的他也是 最後都是楊子樂到先 一分十一秒三一的時間 拿到這面的金牌 而第二名就是金宇軒 他的時間是一分十一秒六七 至於第三名就是第四線的飯卓妖 好厲害 楊子樂已經是兩個蛙式的冠軍 昨天五十蛙第一 今天的一百米蛙式 再次拿到第一名 看到他的戰略成功 頭五十大膽一點放出來 後面雖然看到他的動作有少少頻率保持不到 力量保持不到,但是咬緊牙關都頂到回來 贏得很少,對,一項受惠 恭喜 他報名的時間是一分十二秒八三 所以他今天的表現其實是快了一秒半那麼多